等一下我小朋友大便 等一下 我可以玩臉袋處理嗎 你現在馬上出發地了 這個不用一秒鐘的時間 更出發地起來 你小孩要怎樣都可以 這個又是卡龍 訂購這個 新努力總結合1696 是因為我們這邊賣家在對賬的情況 有發現系統被害客戶勤 不小心我們的電單資料 電單在我們旁購客戶使用的文章 文章裡面 就給你重複物資的20點 你確認一下這個20組訂單你目前有沒有需要 欸不需要欸 那不需要的話 我們這邊賣家會先開一份緊急證明說 掌聲當你臨下韓庫 請銀行正年版的20組的訂單 業務上廚取消就OK啦 因為我們這邊有跟全裁108家金融單位合作 系統已經有被害客入侵 當新資料給您提交如故 贊成你的資料外洩 給您帶來之後生活上的困擾 當初付款的這張卡片背面 有登記銀行做外公開的服務電話 麻煩你看你的服務電話提醒號 方便我們這邊直接透過服務電話開禮 請請證明說 請銀行專員來替我們雙方做取消 欸可是我忘記我現在買一張卡了欸 呃您可以看一下3月8號的上單 可是你那邊查不到我是有哪一張付款的嗎 嗯 所以當新資料給您提交有故 才會麻煩您看一下銀行的服務電話 那我們並不需要您提供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是您的地址 您看一下這個服務電話就可以 2182 182 1313 OK那我這邊直接透過這個 銀行代表號出示緊急文件證明 請專員來替我們買賣裝幫助取消 您5至10分鐘稍微留意下銀行專員的電話 好 我們這次作業上的疏失 有給您帶來不遍的困擾 商店之內會給您進一封公開的道歉信函 然後兩張500元的筆用件做一筆擦 嗯謝謝掰掰 我剛剛 接到詐騙電話了 其實這一種詐騙啊 就是說我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誤把我弄成團購 還是誤把我用成批貨 給我下訂什麼十幾二十筆這種 我在 應該也是快十年前就有結果了吧 直到現在啊 雖然我覺得這個詐騙手法已經很久了 很老了 但是呢我身邊的朋友還是知道 這一兩年都有人被騙 想說來記錄一下咯 就是我剛才隨便給了他一張 那個銀行信用卡背面的電話 然後他等一下就會用這個電話的號碼 打電話來給我 賈茂銀行的電話來了 喂你好 你好 好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話有規定嗎 沒有辦法口頭取消任何電話 那我們現在銀行設計的話 它是電話電話的嗎 您平時在使用的金融卡的話 是我們家的嗎 還是哪一家的 欸我比較常用中信的耶 那如果現在的話不一定有時間嘛 要讀取身份信息的話 經常是有提供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的話 您可能可以帶著有儲存資料的金融卡 您可以到附近的任何分行的 APM機台製作擦卡 然後銀行載下來的話 我們會跟您核對 銀行載的時間 機套跟機套 如果銀行上面有您的訊息的話 那我們就會馬上聯網 幫您把優部分做取消 然後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它相對來講不簡單 不多 如果有時候辦到這個行動 網民手機APT的話 那您就可以用手機直接打開做登錄 這樣的話 您會節省您的寶貴時間 在我們家有時候辦到金融卡的部分嗎 沒有耶 因為如果是信用卡的話 它是讀取不了信息的 因為我們現在銀行各自的話 它是連動的 你可以透過你中國信用的APP登錄 好嗎 可是你們那邊不是玉山嗎 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各自可以聯網 您不管是哪一家行戶 您當時去申請財務的話 所出示的證據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我可以用中信的APP 然後你們那邊也可以取消 對你APP登錄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登錄的訊息 傳送到原端 如果原端上面有回應到 是你本門在做登錄的話 那我們就會馬上連網 幫您把應份做取消 但如果您現在是用網民在做登錄的話 跟您把ACM機AP的交易提示表 這樣不一樣嗎 它沒有交易金號跟訊號 所以要麻煩您看一下 您這個賬戶的莫散嗎 5580 那您在中文信過是一個賬戶還是多個賬戶呢 應該是有兩個 好的 那如果有兩個的話 您看一下您另外一個的莫散碼是多少 136 那如果傳送信息 所有的信息都必須我 然後他能把你去申分信息 那麻煩您看一下 你580的賬戶移留的地方 那請給大家 我數字是多少 26398 那136的移留呢 100 好的 那你稍等一下一下馬上傳送 稍等一下 請問一下喔 您當初在申請帳戶的時候 您的資料品寫完畢之後 看一個個人的訊息 選下南位 您當初在申請帳戶的時候 是不是有勾選到特技的順項嗎 我不記得耶 因為我們現在做傳送的話 一端上面的話 必須要把你接回地方 您的申請帳戶 是說您當初申請的時候 是有勾選到特技的順項 那你現在進去的話 就是連動連網的嘛 你除了中國去做的Apple以外 還有其他行序的網址 你可以登入嗎 第一銀行的 好的 那麻煩您看一下 你逸銀的目三嗎 什麼三嗎 第三零 你這逸銀是一個賬戶嗎 對 只有一個 那我們要驗證事情 要麻煩您看一下 餘兒的地方 寫的阿拉伯數 什麼三嗎 嗯 711 嗯 嗯 應該沒有了耶 我們這兩個賬戶 都有勾選到各種選項 系統沒有辦法 回應到信息的部分嗎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啟我們銀行的 另外一個 跨航傳輸選項 來進入到我們全球系統 好嗎 民眾戶訊在F打開 您看一下螢幕上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 跨航傳輸選項 或者是台幣轉帳 轉入銀行代碼的地方 輸入007 因為你今天在我們銀行 是第一位民眾 好 來開啟資料 拿到那個部分 輸入你的身份證卡 好嗎 欸等一下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要轉帳 我是要轉帳嗎 我們只是從這個轉帳的替代 在月面進入到我們的取消系統 來開啟資料 它不是轉帳 這只是替代的月面而已 因為我們賬號欄的地方 是要輸入身份證詞 好 來開啟資料 對 拿金額的部分 也不用輸入金額 要輸入你要取消的這個 訂單嘛 是20筆的款項 再輸入20筆就可以了 你說轉入帳號 那銀行代碼 我是 你說007 代碼是007 對不起對不起 好 對 對 好 那您看一下交易結果 有沒有看到交易失敗 9403 欸有欸 9403 9403在我們金額店的話 就是有這個版就去刷成功 那如果您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稍後的話 要第一時間可以把個人資料做一個關閉嘛 確保以後 名詞卡上面的安全 不會遭到網絡嗨客的確訊 照常人頭賬戶或者是微卡 這樣的話 它是會涉及到行者的部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從這個 跨航省上進入系統 再進行一個關閉您的資料 那您帳號欄的地方 就不要再輸入身份證批號了 要輸入您這個賬戶的關閉條嘛 聽到的部分要輸入關閉密碼 關閉個資 同樣不用勒告退用 您需要以下欄 您都可以再做一下查詢 確認一下沒有問題就可以了 好嗎 好 我們現在馬上看一下 我們零端下面的關閉密碼 你去關閉密碼 那代碼的地方 輸入您中國新國的關閉密碼 822 好 那帳號的地方 你不要輸入帳號 所以我們零端下面的關閉密碼 9225 9225 9225 3 8 9 5 所以我們零端下面的關閉密碼 2 4個0 2 然後4個0 對 對 交易結果能呈現交易失敗 然後4509的資樣嗎 有 有 確定聽出 你剛剛是沒有傳送還是什麼原因 你不能亂講 等一下我小朋友大便 等一下 我可以晚點再處理 不行啦 你現在馬上做關閉了 這個不用一秒鐘的時間 各自關閉起來 你小孩要怎樣都可以 你現在各自不做關閉的話 新龍出現異常之後 後果你要承擔嗎 等一下你為什麼 你在 你在跟誰講話啦 你為什麼一直不過來 你在跟誰講話 你在跟誰講話 等一下我在處理 你在跟誰講話 你過來 你過來 你跟誰跟誰講話 你說啊 是誰小三啊 不好意思我晚一點 我晚一點再處理 你不能這樣 你現在是什麼情況啊 因為我們 我們家小朋友大便了 所以我要先清理一下 好 對 那你現在連線還有 OTP 輸入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去清理了 好嗎 我們來整理一下 這一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懸疑點 第一個 迪卡龍打來 跟你說變成什麼 團購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蠻俠的 因為他們的商家 他是可以直接刷腿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怎麼會 打來 叫你搭配桌上這樣子 對耶 其實這一點我沒想到 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要 你提供銀行背面的電話 也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要我提供 他難道不知道 玉山銀行的電話嗎 第三點 在詢問帳戶餘 就是很奇怪 而且他問了你超級多的帳號 這件事情也超怪的 你一家玉山銀行 怎麼會到處問別人 你的其他銀行的帳號 我一個玉山銀行 然後我竟然可以透過 中國信托跟第一銀行的APP 來處理我們玉山銀行的刷退 這個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 第四個當然就是 再轉帳的地方 你看到你的銀行帳號的APP 上面就寫 轉帳機能還有轉入帳號 你不要相信他在那邊講的其他東西 你覺得一個玉山銀行 連APP都做到那麼爛 做到一個沒有一個專門的介面去關閉 他所謂要關閉的東西 就是 他是有多缺工程師好不好 前面的懸疑點你都沒有發現 也都沒有關係 你就是最後一步 這個要轉帳的頁面 它是你平常拿來轉帳的頁面 對你也很熟悉 你怎麼會相信要從這裡輸入什麼東西 除非它是什麼義大利文 你根本看不懂 那搞不好他還可以騙你 它是中文耶 上面就寫轉入帳號 然後轉帳機能 今天有看到這支影片 謹記在心 我覺得最重點是應該學習的是 懸疑點的偵查 如果你真的有一點疑慮的話 掛斷打165 或是on hold的時候好 我就先打165 一定要打165 他不管再怎麼催你 什麼寶寶不准換尿布 寶寶不准洗屁屁 不管 我就是要打165 我就要幫寶寶擦開 對 好啦今天就是簡單分享我們的 這個經驗 那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受騙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們有遇過什麼樣 奇葩的詐騙經驗呢 好啦那就這樣子囉 好啦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分享讚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會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喔 我們等下集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